大家好 我是张旭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鱼油 首先要跟我们的老朋友来说一说 咱们新升级的鱼油跟过往有什么不同 然后再跟咱们的新朋友讲一讲 鱼油是如何起到健康作用的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说 在推荐鱼油的时候 咱们都要注意些什么 先来跟大家讲一讲 咱们全新升级的鱼油跟以往有什么不同 这里主要有三点 第一就是小身材高浓度 第二就是原料认证高保障 第三天然纯净高品质 我们接着一个一个的说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 小身材高浓度 对比过往的鱼油 升级后的鱼油体积更小 浓度也更高 过往经常会听到有一些伙伴反馈 尤其是女士 觉得鱼油太大颗了 比较难吞咽 所以有些伙伴就为了克服这个困难 要把它切开 挤破了再吃 所以现在不用了 新升级的鱼油 它颗粒整整小了近一半 很多人也许会问 是不是体积一半 有效成分也只有一半 不是的 每一颗鱼油当中的有效成分 也就是EPA和DHA 从原来的300毫克 增加到了345毫克 所以这一对比 大家你就会发现 升级后的这个鱼油浓度更高了 增加了几乎一倍 那如果有人问说 说为什么你现在这个DHA比原本要少了一点点呢 那我告诉大家 之所以大家会关注到DHA 其实是因为它是儿童大脑 以及势力发育的一个重要的原料 那而我们的鱼油呢 这20多年来 几乎可以说99% 甚至更多 都是聚焦于心脑血管健康的解决方案 所以这里面最重要的 应该是EPA和DHA 它们合在一起所产生的这种功效 因此大家不需要太纠结于一个DHA的量 而是重点还是要看EPA和DHA的总含量 这个浓度提升了98% 也就是近一倍 这才是大家要关注的最关键的信息 那再来第二点 这个原料认证高保障 鱼油里面的有效成分呢 不管是EPA还是DHA 它都叫做多不饱和脂肪酸 那大家要清楚啊 多不饱和脂肪酸因为它不饱和 所以它非常容易被氧化 那一旦氧化了 那其实不就变成了饱和脂肪酸 所以说呀 保护好鱼油这里面的有效成分 不要被氧化 稳定又新鲜 这对于保持鱼油的这个健康作用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 这个氧化后的鱼油啊 它跟原来的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那个鱼油啊 您用肉眼 它很难鉴别 你看上去 它基本上都是淡黄色的油状的液体 看上去几乎就是鱼油 那可是这里面的功效成分呢 那可就不一样了 那过往啊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里面啊 额外添加了维生素E 用来抗氧化 保护这个鱼油的有效成分 而现在呢 是因为法规的限制 没有这个标识了 所以大家呢 就看不到这几个字 但实际上 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从鱼的这个捕捞 精炼 浓缩 一直到最终加工完成 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依旧通过这种工艺 技术 流程的管控 等等的方法 来确保鱼油新鲜有效 每一步都进行检测 而且是历经 310项的检测 来保证鱼油的品质 所以大家 您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鱼油 在氧化稳定的指标上 这个标准非常严格 我们执行的标准呢 甚至比国内外的标准 都要严格3到5倍 那为了让大家 可以更安心 更放心 那我们升级的这个鱼油原料 还特别拿到了 国际鱼油标准检测组织的 权威认证 那这个认证呢 叫做IFOS五星认证 那大家要知道啊 那这个认证 包括了五个方面 分别是安全性 污染物 重金属 氧化的稳定 以及生物的效能 这都是国际严格的标准 你只有这五项全部达标 才能拿到这个认证 那通过这五重讨厌 层层筛检 确保稳定 新鲜 纯净 为的就是要给到大家 更高保障的鱼油 那再来 第三点 天然纯净高品质 一提到鱼油呢 很多人啊 可能就会意识到 现在对于普通的 这个潜海来说呀 这个海洋的污染 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您知道啊 这个江河湖海里面 这些个污水 工业的这种污水 最终它都还是 要流到大海里去 那有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 往往在这个污染的水域里面 会这个捕获 比较肥美的这个蜆子 就是贝类 那为什么呢 其实啊 就是因为污染的这个水质里面 对这些蜆子的这个营养物质 就比较多 那实际上对于水来说呢 其实是水体的环境 更加不好 所以我们升级的鱼油啊 选取的仍然是深海的鱼类 就是选取了那个 生态环境优越 这个水质纯净天然的 那个碧鲁海鱼 而且我们坚持的是野生不牢 挑选位于这个食物链 更前端的那个鱼种 那这样 它不就可以更好的远离 重金属的这种污染 以及负质 那从源头上 就保证了鱼油的这个品质 更加的纯净 好了 说完第一点 那我接下来 就要来说说 我们鱼油的健康作用了 那说到鱼油的作用啊 大家都特别清楚 这个鱼油 就跟我们茶黄素一样 它的保健功能 都是辅助降血脂 那鱼油呢 主要是针对血脂里的 这个甘油散脂 而茶黄素呢 主要是针对血脂里的胆固醇 那大家知道高血脂 是怎么影响血管健康的 那甚至是全身血液循环健康的呢 大家要注意 这个高血脂啊 是如果遇到了氧化的自由基 那它就变成了将来 形成动脉周样硬化的 那个斑块的核心基础 当我们血液流动的时候 它就非常容易 因为血流的速度 把血管里面的内壁的 那层薄薄的表皮 就给冲破了 那冲破的这个地方 血脂就容易挂在这 那这个时候呢 它为了能够长好这个破口 那身体它还会产生一些 严静的反应 长一层就落上一层 再破一层就再长一层 再落一层 越长越厚 那最终慢慢就形成了一个 动脉周样硬化的斑块 那这个斑块呢 它最终其实是长在这个血管壁上 已经牢牢地固定 长死在这上面 那如果这个时候 大家做一个病理的解剖啊 你切开它以后 你这个动脉周样硬化斑块里面的 核心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 其实就是脂质的结晶 而最终 你越长越厚 越长越厚 那这不就把我们这个血管 给堵上了吗 可能啊 这个人他堵到一半的时候 他还不会发生心肌梗塞 但是大家你注意啊 堵到一半以上的时候 这个人才刚刚出现 心肌缺血的表现 什么表现 疼吗 不疼 有没有多难受 也没有 主要就是感觉胸闷 憋气 注意 这个时候 其实是提示 它的冠状动脉的血管 可能已经堵了超过50% 大家你想一想 你这么一堵 这不就把心脏大脑的营养 都给阻断了吗 那这样心脏它还能有活力吗 那你再往后 那这个心梗 这个脑梗 这些意外 那不就来了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身体里的血管 它的总长度连起来 达到了15万公里 而这个血液 就在这个管道里流动 我说 这可是一毫米都不能堵 一分钟都不能堵的 大家同意吗 所以啊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 动脉周样硬化的斑块 对我们健康的影响 而鱼油对血管的健康作用 它主要就体现在 它既能够帮助我们降血脂 还能够减少那个血管内皮的 炎性反应 减少血管的损伤 那以及减少血栓的形成 防止血管的堵塞 所以一讲到这呢 那可能也有人会问 那我是因为这个血管硬化 血脂偏高 导致了我血压偏高 那这个时候呢 我吃鱼油 能不能解决我高血压的问题呢 大家注意啊 这个血压的这个高压高 其实是说明 这个人的血管的硬化程度高 也就是说那个血管啊 就像咱们那个自来水的水管一样 都硬了 脆了 都是长满了锈 它没有弹性了 所以呢 那个高压呢 它就一直高 而这个血压的低压高 它说明什么呢 说明的是这个 是你血管里流的 不是水 是浆糊 这个血液的粘稠 导致了那个低压的数值高 那有的人呢 可能啊 这个血管也脆的不行了 这里面了 也长满锈了 那个动脉状硬化的斑块呢 估计也长满了 那血管里面流的呢 它也不是水了 都变成浆糊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血压呀 其实高压低压 它都变成了一个难以调理的问题 那你都难以调理了 那可能这个时候大家就想 那我还需不需要吃鱼油呢 那我想问大家 那您说 那这个高血压的人 他就算是到了这种程度 那我们需不需要保护他的脑功能呢 那还需不需要保护他的心功能 胜功能 肝功能呢 那当然需要呀 那您知不知道 这一个人的血压 如果持续都高 他的那个脑血管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在这举个例子告诉大家 大家可能都见过 那个自行车的那个内胎 对吧 大家想想 如果我天天把那个自行车的内胎 那个气打得老足的 足蹦蹦的 大家想想 那个时间久了 其实您就会发现 那个自行车的那个内胎 它都会被挤出来 一个一个薄弱的那个骨包 就是瘤 大家你有没有发现 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有的人随着衰老 身上他会长一种红色的质 那个是什么 其实那个就是我们表皮的血管薄弱 而被挤出来的血管流 所以大家要知道 高血压的人 这个脑子里面 因为它长期高血压 它也会遍布这种血管流 长满这种血管流 脑出血 其实就是从这个薄弱的血管流 破了出血导致的 那所以 那您说这个人 要不要用鱼油 那当然要用 那但是他用鱼油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说我要把他那个 男制性的高血压 给它降下来 才叫有效呢 我告诉大家 其实真实的目的 是应该要让鱼油 用它来去保护好这个人残存的脑功能 保护好他残存的心功能 保护好他残存的肾功能 让这个人的机体的状态 可以维持更好 时间更久 那而且对于吃鱼油 大家一定还要有一个正确的健康观念 我以前总分享 我说我从30岁进公司 我就开始坚持吃这个鱼油 那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 其实就是因为 我的父系和我的母系 父辈祖辈 都是心脑血管疾病 我有明确的这个家族史 那我告诉大家 那你说我这些年一直坚持吃这个鱼油 那我有没有说想过这个鱼油 一定要让我这辈子 不能再发生心脑血管疾病 发生了心脑血管疾病 你就是说明你这个鱼油没有效果 我告诉大家 其实我没有这种诉求 我唯一的诉求 就是希望能够通过 我坚持吃鱼油 让我的发病年龄 能够比我的父辈祖辈 再晚十年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鱼油 吃了就值 因为当您真的失去了健康的时候 您就会知道 这十年的健康生活 那真的是千金难卖 所以我也希望 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伙伴 我们对鱼油 您都得有这样的健康观念 那另外 其实鱼油对人体的好处 不仅仅只是在辅助降血脂 非常多的资料也显示 鱼油对大脑的发育 对记忆力的改善 还有眼部的视网膜的健康 以及骨与关节的 这些炎症的改善等等 都是有健康的作用 所以我可以说 真的是小鱼油大作用 那接下来 在给别人介绍鱼油的时候 还会有一些 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说一说 首先第一个 就是对于这个循环问题 有困扰的人 有严重困扰的人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 循序渐进四个字 因为为什么 就是对于已经有了循环问题的人 咱们大家都特别希望 我要帮他快速的扭转 所以就非常希望 对方你这个时候多吃一点 你改善的快一点 是不是 我们有很多伙伴的 这种急切的 想要帮助身边的顾客 改善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咱们也要特别注意到 你对方的身体状况 那需要他有一个 循序渐进的 耐心指导使用的过程 因为当一个人 他本身有循环健康的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一些高血压 冠心病 或者一些严重的脑洞外的 供血不足 他吃完了鱼油以后 这个人容易出现一种 头晕的感觉 那么他的体验 就不是特别好 所以大家你就一定要知道 这个时候就更加需要 我们一点点的耐心的着手 你不要着急的 给他吃多大的量 而是要先让他的机体 有一个逐渐的 接受和适应的过程 所以我就建议 对于有循环问题的人来说 那么鱼油 我一般建议 大家从一粒开始用起 你吃了一周 觉得这个人感受还挺好 也不晕 也不难受 很舒服 那么我们再下一周 才变成两粒 这样慢慢慢慢的 身体就进入了一个 良性的循环 也就自然能够接受 第二 就是我也建议 鱼油最好饭前吃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你发现 吃完鱼油以后 有的人容易反上来的气 它鱼腥味有点重 其实鱼油呢 它也知道该吃 但是因为呢 它这个反上来的鱼腥味重呢 所以有的人呢 他就不愿意坚持 那因此在这里 我要提醒大家 你鱼油最好饭前吃 当然了 我也再补充一句 要提醒大家 如果有的顾客跟您说 说你看这个要饭前吃 那个要饭后吃 那再有一个 还要再跟饭什么 分隔一段时间再吃 那太麻烦了 怎么办呢 那么这里面又就是 我提的营养素补充的建议 使用的一个原则 就是如果消费者感觉麻烦 以什么为准 以简便为准 因为你只有简便 才更容易坚持 同意吧 只有坚持 它才能够真正的见到效果 你只有见到效果 它才愿意继续坚持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还要再跟大家说一说 关于鱼油使用当中的 一些注意事项 比如说 大家您会看到 在这个不适宜人群的 这个标注里面 包括少年 儿童 孕妇 如母 那这里呢 大家你要知道 这个其实是因为 我们国家的保健品的 相关的法规 这个法规呢 它规定不能在这些 特殊的人群身上做实验 所以呢 那么就没有这方面的 数据的支持 因此它就要求 你这些产品的标签上 就需要有这样的标识域 但是你看这鱼油 其实跟维生素C 也是一样的 你回到营养素的本身 那您说呢 这些人群 对于鱼油里面 含的这个DHA EPA 这些多不饱和脂肪酸 那肯定一样 都是有需求的嘛 所以大家呀 您就会看到 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 部分男女老少 他都有一个 每周要吃两次海鱼的建议 所以那大家 你在日常 有的人可能都已经注意到了 Omega 3 Omega 6 Omega 9 这不同的脂肪酸的补充 我说这很好 给大家点赞 我在这呢 我只是提醒大家一句 因为鱼油是重要的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 所以呀 我也真心的建议大家 你要把这个鱼油 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 那最好 你能当成一种基础营养素 来看待 来补充 其实啊 很多人的这个营养早餐当中呢 它是不加鱼油的 我在这里 我跟大家说啊 我自己吃这个营养早餐的时候 我是肯定不会忘记鱼油的 那再有呢 就是大家也会看到 我们这个上面呢 还标注了说 说出血倾向 和出血性疾病的人 他也是不适宜人群 那这个不好理解了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来帮助大家理解 比如说 我问大家 说如果我现在 我这个手用刀划着一个口 在这滴滴答答的出血 我想问大家 这叫出血倾向吗 我告诉大家 这不叫 这叫出血 这不叫出血倾向 那什么叫出血倾向 那其实啊 是它有一种特殊的病 比如说 原发性 血小版减少性子癫 比如说 血有病 一种遗传病 比如说 还有凝血功能障碍的 一些严重的 肝功能不全的人 因为啊 他们的机体里 缺少了某种凝血的东西 导致这个人呢 即使现在他没有出血 他也很容易 在某一个时刻 自动就出血了 那这 才叫出血倾向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也建议大家 你要慎重 那就是 虽然它不是出血倾向 它是出血 但是呢 它是重要器官的出血 你比如说 眼底的出血啊 脑的出血啊 或者有严重的 这种内脏的出血啊 这种特殊的情况 那么当然 这种特殊的 这种情况 也建议大家 你不要去推荐女友 那同时呢 我也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 生活中常见 因为有的人呢 冠心病 他做了心脏的支架 冠状动脉的支架 然后 做完了以后呢 那医生呢 都会给他开一个药 叫做长龙的阿斯匹林 这个长龙阿斯匹林呢 就是小剂量的 长期持续的补充 它的作用 目的就是去 抑制这个血液里面 血栓的这种凝集 避免啊 这个血栓呢 挂在这个支架上挂住 而作为消费者呢 他担心的 是我长期吃这个药 那会不会伤肝呢 伤肾呢 以及其他的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呢 所以这个时候 那这些人呢 他就特别希望 能够通过营养品来安全的长期使用 避免血栓的形成 那么大家呢 要先建议 他先适量的加一点鱼油 当他呢 用的这个时间长了以后 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 稍微把那个药呢 再减一减 然后如果能够长期的 坚持使用鱼油 来预防血栓的形成 那这对他的身体 那不就是健康 而且安全的吗 并且还能够保证 让他能够长期的 放心的使用啊 只不过就是在这个 并行使用的时候 大家呢 就需要特别的注意 那还有一点 要提醒一下 因为啊 这个鱼油呢 它的来源呢 是深海鱼类 根据这个法规的要求呢 就必须要标识 这个海产品过敏的人 不能推荐 但其实啊 大多数的这个过敏呢 它是因为那个 海产品里面的蛋白质引起的 那跟这里面提取出来的 这个鱼油 这个多铺宝和脂肪酸 其实没有关系 所以大家你就知道 如果说原本这个人就有吃鱼油的习惯 或者说他吃鱼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就不需要太过担心 好了 关于鱼油呢 需要介绍的 基本上就是这么多 那么接下来呢 我还想跟大家呀 再讲一讲 心脑血管健康当中 几种重要的营养素 它们的组合里面 有什么区别 首先 茶黄素 也是大家常和鱼油 组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里面要知道 茶黄素的主要作用 是降低血浆大骨醇 而鱼油的主要作用呢 则是降低血浆里的 干油三脂 那还有一个常见的呢 就是加上卵磷脂 那卵磷脂的作用是什么 它主要是促进肌体里 以及血管里的 脂肪的溶解和代谢 就是把那个油 能够溶进去 把它排出去 那心脑血管里面呢 大家还知道 还有一个腐霉Q10呢 注意 腐霉Q10啊 它不主要针对血管 而主要是针对心脏 那么它们组合在一起 就构成了 既对心脏 又对血管 又对血液 都有好处的 一个整体的健康 那最后 我还要提到 就是这个益生菌 因为益生菌呢 现在是前沿科学的 热门的研究领域 在于血糖的代谢 血脂的代谢 都有很好的作用 它就跟咱们吃 那个膳食纤维一样 它都是可以 很好的减少 我们肠道 对脂肪的吸收 从而 为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 提供一个 全方位的保护 那最后 我也要祝大家 每个人 血管都能够 保持年轻态 畅通活力 每一天 谢谢大家